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耍什么花招 这个永远啊 倒是真能山火 快给我说动了 那我也使点趣吧 解剖下驴 叫人给我备车 王爷 你要去哪啊 我亲自去趟阿哥所 向永远表示表示 也好消除他对我的戒心 现在去 不太合适吧 十五爷明天动身 去河北视察临请工程 全府上下 正忙得不可开交 我看 还是等他回来再说吧 也好 那等他一回来 我就登门谢罪 官方 真是织井河山哪 这山山水水 真像织井一样漂亮 你说那官 你奴婢看 这真山真水 可比织井漂亮多了 织井都是人们自然施法而成 而这山水呢 无处不在 而且各有千秋 哪是人们学得来的 主子 你看这景色多漂亮啊 保护王爷 我看这边是真的 我看这边是什么 我看这边是人生是人生的 你太好了 这边是人生的 我看这边是人生的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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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没事吧 你的胳膊受伤了 很紧包扎一下 一点皮外伤 不要紧的 说 你谁派来的 大栋 大栋 说 回主子话 奴才抓了个活的回来 但是他不说他是谁 派几个侍卫 把他押回刑部审讯 官儿一起回去疗伤 其他的人继续跟我走 走 王爷 奴婢是来侍奉王爷的 奴婢要是回去了 谁来照顾您的饮食起居啊 你有这份心就行了 还是赶快回去疗伤吧 你看啊 真的伤得一点都不重 很快就会好了 你看 都不流血了 您就让官儿留下吧 求您了 求您了 邓玲 奴婢在 看看官儿的伤势 到底怎么样 回主子话 不碍事的 回去上两天要就行了 那好 官儿就不用回去了 谢王爷 张璐 老公 永远在途中遇刺了 他受伤没有 家王爷倒是没事 不过 不过什么呀 快说 人们都在议论纷纷 几乎所有的人 都在认为您是幕后主使 我 无稽之谈 我怎么会去刺杀永远呢 好 这回麻烦果然都来找我了 因为前些天 王爷的反常举止 人们很容易就怀疑到您了 不过我知道王爷您是无辜的 您放心 事情一定会水落石出的 不行 我不等等 刺客关在哪儿了 我要去对峙 王爷 您不必这样 我再不去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我必须去对峙 王爷 我这 我全都找 那你就跟我快说 小人是草帮弟子 本来就不认识家亲王 那你为什么要刺杀王爷 要 小人花了一半两银子 让我去行刺 谁 快说 他是谁 是 是成金王 你可不要瞎说 你再说一遍 小人说的都是实话 是成金王 刺客呢 我跟他对质 大人 王爷 是 是你 小人对不起王爷 没有完成使命 一派护衍 小人对不起王爷 王爷 他断机了 宣宗上的审案记录 可是事实 拒绝事实 皇上 吴兴兰 陈在 你可曾看见 永兴跟那个刺客密谋 回禀皇上 臣曾与曹玉使在酒楼偶遇两人在密谈 其中一人远看酷似王爷 只是臣眼神不好 看得不甚真切 曹玉使应该看得比较真切 曹玉宝 臣在 你看清楚了 臣这 什么这那的 吞吞吐吐的干什么 立刻巨师上奏 回皇上 臣是看清楚了 是成金王 但是他们具体说什么 臣并不知晓 可惜王爷 相公在哪 在养兴典 永兴 你有什么话要说 父王 儿 儿臣在酒楼和刺客相遇纯属偶然 但儿臣得知其狼子野心之后 仕途将其擒户 刺客身手甚是矫健才得以逃脱 儿臣真的不知道他要在途中行刺雍言 否则必将及时告知雍言 早 早做防范 那你告诉朕 这个刺客自尽前说的那些话 是什么意思 儿臣也百思不得其解 只能推断 可能是有人想故意陷害儿臣 这话能骗过你自己自圆其说吗 父皇 儿臣不敢有半戒戏言 请父皇明昌 逆子 还不跪下 家王爷 您回来得真快呀 我要见皇阿玛 皇上正审案呢 王爷在这儿候一候 待会儿炒框 奴才就给您通报 此万一铁正如山 我还敢在朕的面前狡辩 你听着 死死 来人 上 押入天牢 上 王爷 奴才马上给您通报去 您这儿闯过去 皇上会生气的 顾不来那么多了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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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皇 儿臣冤枉啊 父皇 请皇阿玛 暂且生回成命 儿臣永远 叩见皇阿玛 且说皇阿玛 摇出儿臣闯电之后 你 你怎么回来了 回禀皇阿玛 儿臣奉旨视察 领寝工程之后 在返回途中 得知此案详情 儿臣唯恐 十一哥蒙受不白之冤 就日夜兼程赶回来了 难道你想违抗 朕的旨意不成 儿臣不敢 只是儿臣相信 十一哥是清白的 怎么说 朕冤枉他了 皇阿玛圣明 儿臣深感此案 暗藏玄机 如此结案 四嫌草率 此案案情以名 铁证如山 朕怎么草率了 即便如此 只因此案 关乎十一哥 性命之安危 万万皇阿玛 能更加谨慎从事 那你说 朕怎么办 才算谨慎 请皇阿玛宽限几日 代儿臣多方调查 重审此案 既然 以如此请求 朕就依了你 宽限几天 但是 不能无限期地拖下去 这样吧 以时日为限 如果没有什么 新的情况调查出来 朕就维持原判 谢皇阿玛 儿臣一定在时日之内 把此案查个水落石出 给皇阿玛一个明确的交代 今天 先到这儿吧 把永兴 暂且押到宗人府 是 拜计加新皇 是 施衣哥受苦了 不管黄阿玛怎么看 别人怎么说 永远绝不会相信 十一哥会做出那种 伤天害理的事 十天之内 永远要想尽一切办法 给你洗清罪名 只是现在案情 的确对十一哥不利 还请十一哥 能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讲清楚 好让我查明真相 莫非十一哥还不相信永远 我现在都不知道 应该相信谁了 你可以不相信我 可是如果你不告诉我实情 我怎么能替你洗清罪名 不管这个局是谁做的 我永兴都打心眼里 佩服他 这个局做的是 天衣无缝 就是于置我于死地 事到如今 我也只能自认倒霉了 怪只怪以前自己行为有失 受人一病啊 那你就甘心这样 被冤枉致死做个冤魂 你就能容忍 那个制造阴谋的人 逍遥法呗 我不想又能怎样 现在都已经铁证如山了 想办法呀 还能怎么样 办法是人想出来的 你须把实情告诉我 我才好替你想办法 你真想救我 这还用问吗 要不我何必急着赶回来 好 那死马也当活马医吧 我信你一回 是怎么回事 老议事 拜见 家庆王 免了 本王特来拜访 是因为有一件事要问你 下官早就知道 家庆王一定会来找我 那你说说看 本王要问你什么 家庆王要问 下官为什么要和吴大人一起去酒楼 曹律师果然机敏啊 那就请详细说说吧 那天早上 吴大人突然找到我 说朝廷命官私设赌场 要下官去暗查 下官一听就跟他去了 走在半路上 他说他腿脚酸痛 要到酒楼里小酌一杯歇歇脚脚 下官只好跟他进去了 刚一进去 是他先看到的成亲王 和一个陌生人在密谈 他说还是避一避的好 又把我拉了出来 明明是他先看到的成亲王 可是在听审的时候 却推说自己当时看不清楚了 要我说话 真不知道他玩的是什么诡计 那赌场查了吗 没有啊 他带我转来转去 绕了好几圈 又说他记不清地方了 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好 我明白了 多谢曹医师 下官不敢当 告辞了 这个案子看似天衣无缝 可也有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地方 熏油从不同弃 而这次吴醒兰却和曹西宝同为证人 你不觉得蹊跷吗 他们如此做法 无非是了解曹医师为人耿直 从不撒谎 才故意拉他坐椅回不愿意坐 却又不得不坐的证人 作举者自己露了马脚 孟爷 我仿佛看见赫珅的影子了 不过即便他们露了马脚 这个局也很难查清啊 可惜刺客死了 要是能查到刺客的来历也是好的 听说刑部已经把刺客画影图行了 王爷 我马上把刺客的画像 在各个通局要道 繁华闹市张贴起来 闲上查找知情者 好 此人神断章 犯的是谋逆大罪 以畏罪自尽 有知道真实性命和来历者 立即赏文银五百两 今天已经是第七天了 眼看十日期限将至 可刺客的来历 还是一点头绪也没有 十一个的生死 全掌握在我手里了 这可如何是好 王爷 既然刺客 自己承认是曹邦弟子 我们为何不从曹邦 查一查此人的来历呢 或许他本人就是曹邦弟子 也未可知啊 那好 你尽快约见曹邦总舵主 我要亲自去会会的 这 拜见下王 免了免了 陈舵主快请起 王爷请上走 王爷请查 陈舵主 刺客的画像 你们都看过了吧 回王爷 在下已经仔细地看过了 那你知道这个人的来历吗 在下并不认识此人 此人与曹邦 绝无任何卦格 陈舵主 曹邦为江湖第一大邦 弟子便及全国 你怎么就能肯定 此人和曹邦没有一点瓜葛 关于是有所不知 本邦虽然弟子众多 但组织甚为严密 邦规更是严格 各分舵主对各个弟子都十分熟悉 弟子每做一件事 都必须经分舵主首肯 且弟子之间还必须相互监督 所以我曹邦弟子 绝无可能擅自行事 在下得知是家王爷和广大人 在调查此事 不敢小事 特朝来各码头的分舵主 前来辨认刺客的画像 在座各位 就是各码头的分舵主 王爷 此人绝不是本分舵弟子 多主 本分舵并无此人 我们不认识此人 我们也不认识这个人 都做吧 你们看 所以在下才敢肯定 此人与曹邦绝无干系 看来这个人与曹邦确无瓜葛 那好 多谢陈舵主相助 不敢当 王爷日后若有需要本邦效力之处 尽管吩咐 陈舵主 此事虽然与曹邦并无瓜葛 但是曹邦耳目众多 还请多多查访 若有情况 请尽快告知 王爷与广大人有命 本邦赶不下令 告辞 告辞 请 今天已经是第八天了 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 王爷 不必忧虑 还有两天时间呢 我想石仪兄 会风行花旗的 快说 是不是查到刺客的来历了 现在还难以确定 无关的人 总舵主让河建府的一位老普快 看了刺客的画像 老普快说很像他以前提拿的一个杀手 但要见过尸首 才敢确定 马上让那位普快去刑部打牢 便是一下刺客的尸首 是 小的这就请那个普快来见广大人 告辞了 这件事情事关重大 千万不要胜着 小的知道 我们一定守苦如平 好 告辞了 请 小人鲁魁拜见家王爷 免了免了免了 听说卢捕头当了多年的捕快 回王爷 小人从十六岁就开始当捕快 一直当到去年满六十五岁才离开衙门 王爷 卢捕头对经济一代的江湖中人了如指掌 有时本邦有了难处 都还要请他老人家帮忙 陈舵主过奖了 不过是因为捕快当得太久了 金鸡一代 凡江湖上有一号的人物 小的都知道一点 那布告上画的那个刺客 你确实见过吗 回王爷 小人看着是有些眼熟 但不见尸首 还不敢肯定 那就请卢捕头 尽快地辨认一下刺客的尸首吧 好 果然是他 奇怪 他怎么会死而复生 他是何人 是何来历 何以说他死而复生 他叫周彪 本是和监府人 因在家乡犯了命案 就逃到京城 专门做了杀手 只要有银子 杀谁都不在乎 手里已经犯下好几条命案 小的离开衙门以前的最后一案 抓的就是他 整整追踪了三名 才抓到 他是小的亲手送进和监府大楼的 而且很快就判了死罪 去年秋决时已经处长 怎么又出来犯案 笑得很失纳闷 卢捕头肯定没认错人吗 就有可能 此人的右膀上 有一刀疤 是小人所伤 即可就可验看 看来要从和监府查起了 咱们以后 再来 乌尔陈 和监府 这些名字 好 可验看来 他不认识 你不认识 他不认识 也不认识 你不认识 怎么认识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去河建府 好 陈多主 多谢陈多主鼎力向主 不敢当 不敢当 王爷今后若有需要 本邦效劳的地方 尽管吩咐 在下就此别忘 后会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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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王爷 我们也动身吧 好 走 广兴啊 到河建府要到三京以后了吧 差不多 王爷 我再推贼收拂 快 再快点 早晚 走 快 走 跟我走 你家老爷什么时候上得调 出什么事了 什么事都没有 莫名其妙 刚刚来过一个客人 两个人关在书房里 说了一会儿话 也不知道客人 什么时候走的 丫鬟进来送茶水 就发现老爷 已经上尿自尽了 来的客人是谁 不知道 是从后门进来的 看不清 我得过去帮忙了 我们来晚了 走 我们去另外一个地方看看 快走 走 路普头 我们现在去哪儿 汪爷 刺客的老家离此地不远 我们快去盘满他的家人 或许还能找到一点头绪 好 那我们快 坏了 我们又失了一路 进去看看 进去看看 咱们这是太狠毒了 连一个火口也没留下 罗骨头 周彪平时 还有没有来往亲密的人 在三河县 周彪还有一个很宠爱的外事 是他从窑子里熟出来的 叫小湘桃 一般人都不知道 他兴许知道周彪的事 那我们快去 小湘桃 你们要干什么 你们这什么人 别吓得我孩子 你要老是回话 我们就不会伤害你的孩子 快穿上衣服 我们有话问 警卫大爷 你们要问什么 周彪这次可是犯了大事 你是知情的 如果肯说实话 你就照样养你的孩子 过你的日子 不说实话 你就是同谋 你得带着孩子蹲大牢 你自己掂量掂量吧 我说实话 我说实话 您要问什么 周彪上次回来 是什么时候 住了多久 秋决以后 她又偷偷地回来 吓了我一跳 我还以为是她的鬼魂来找我 她让我别怕 说有人替她死了 她还是个活人 我问她是怎么回事 她说有人出了大架前 请她杀人 如果事成之后 就会免结她的死罪 她到我这儿 就没敢出过门 直到前半个月离开 到现在没有回来 也没有消息 她到底犯了什么事 大爷 不要乱打听 杀人的事 她还说了什么 好好想想 她还说 如果被人抓住 就爱了被人交的话说 怎么说 就说是 因为什么王爷幕后指使的 原来如此 看来这王爷果然是被贼送的 你还知道什么 都说出来 就不要说 她已经是死牢里的人了 薄一把是一把 最后 能挣一笔大钱给我 让我把她的孩子养大 我这下半辈子 我就不愁吃喝了 她走的时候 真的给我留下了一万两银子 不用再问了 把她带回京城 不是说了实话 就不坐大牢吗 不是管你进大牢 是让你去做个证人 再说这里 你已经不能再住了 很快就会有人来要你的命 周标和间老家里 已经没有一个活口了 那怎么办 赶紧收拾戏软 带着孩子跟我们走 到了京城再做安排 好 我这就收拾 快点 我们在外面等着 我准备好了 快上车 快点 冯姓啊 你和卢捕头先找个安全的地方歇息 我带他进宫 知道 跟我来吧 大爷 这是皇宫吧 对 真的是皇宫啊 那您带我见什么人呢 见皇上 皇上 万岁爷 对 万岁爷 何套 何套 我们进宫了 我们要见万岁爷了 你和老邓人 你为了 可爱 乌鸭 你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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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为了 我为了 你为了 家王爷那儿还没有什么禀报 也不知道他查出什么没 本来是铁证如山 还能查出什么来呀 偏偏不信非要查吗 万岁爷 虽说已经过了时日期限 奴才以为我们还是等一下家王爷 看看他那儿有什么消息 万岁爷暂且息怒 免得家王爷没查出什么来 该不敢来见万岁爷了 朕不想再等了 君无戏言 再说 时天的期限也到了 我心该上路了 黄罗黎 奴才在 将帐武掰领送到宗人府 奴才遵旨 再次等候 小小桑桃 待会见了皇上 问你什么答什么 别害怕 照实话说就行 明白吗 明白了 请黄阿玛暂缓下旨 儿臣有要事禀报 你又查出什么新情况 禀黄阿玛 儿臣找到一个重要人证 足以证明十一哥是清白的 人呢 就在殿外 请黄阿玛恩准传他进来 船 快准 走 船小香桃放电 明父小香桃 叩见万岁爷 万岁 这成何体统 朝堂这剩怎么带个孩子 黄阿玛 儿臣经过调查 得知刺客的真实姓名叫周彪 这个女子就是周彪的外侍小妾 小孩是她儿子 这个女子 知道行刺的真实内幕 来你说 什么是真实内幕 还是让她自己说吧 请 小香桃 周彪临走是怎么说的 你要如实地禀告皇上 不得出半点岔错 禀万岁爷 周彪临走的时候告诉我 说是有人出钱雇他杀人 他说如果被人抓了 那个人就交给他说是 成为一顾的 花阿玛 由此可见 十一哥是被人栽赃的 你说的可是实话 回万岁爷 弥父知道七郡就要杀头 不敢说谎 万岁 现在人已经死了 死无对证 实话也好 瞎话也罢 反正是由他说呗 花阿玛 这个案子疑点颇多 周彪 本是今年秋决时 何坚府已经勾绝了的人 竟然死而复生 儿臣到何坚府查房 何坚府尹突然上吊 周彪一家十多口人 竟然满门被杀 没有一个活口 小香桃得以幸免 是因为几乎没有人知道 他是周彪的外事 很显然 有人在拼命掩盖事实真相 这就更说明 十一哥是无辜的 看来 永兴真的是被冤枉了 皇阿玛圣兵 骑兵万岁 奴才就说嘛 成亲王饱读诗书 不会做这种忤逆之事 臣恳请万岁 将成亲王无罪开示 何罗礼 在 传朕的口谕 让永兴到养兴殿 花阿玛 儿臣愿意去宗人府走一趟 也好 那你去一趟吧 谢花阿玛 等一下 你们两个 带他出宫 让他先在门房等候 我会派人去接他 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 出了事 我拿你的试问 是 皇爷 快去吧 走 五十快到了吧 快了 还没到 王爷 五十之前 或许嘉兴王爷 能给您带来好消息 我压根就没指望 能有什么好消息 阿比莫职业了 这 拜见嘉兴王 十一哥 十一哥 你的冤屈洗清了 皇阿玛现在传你上殿去 十五福 我都已经站在鬼门关上了 你受不了什么了 皇阿玛现在正等着你呢 快收拾一下 有什么话 咱们回头再好好说 快走 快走 皇阿玛 儿臣永庆 叩见父皇 无方万岁万岁万万岁 永庆 知错了吗 儿臣知错了 自以为能引几首诗写几笔字 就老子天下第一 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了 实在耗误不识大局 实在耗物 闲邪被人利用 重成大错 所以说 永远已经查清楚了 谋次一案与你无关 但把你关起来 一点也不冤枉 儿臣知错了父皇 知错就好 知错就好 以后啊 要以此为教训 学学永远 十大体重孝体的胸怀 不要再为人活中取利了 儿臣明白 好了 今天 朕就免了你的罪 可以回府了 谢皇上 回去以后 三日之内不要出门 闭门思过 回安吧 字幕志愿者 李永远 诗独筝目 考虑 在那遥远遥远的地方 在那搜花生海的路牆 升华着地心自有的过程 她们勇敢祈祷 幸福宽敞 啊 无相 美好的礼望 白云飘好 白云飘好 胜堤好 向天河散去马 奔驰 眼尘飞扬 无拘无声 人情分禍 啊 无相 我很羡慕 要用你的礼望 在那辽阔无垠的草原上 我们祖先的飘寒浩浩浩 那里曾经是我们 争战的强壮 那里曾经是我们 争战的强壮 啊 无相 我们的天堂 白云飘好 白云飘好 胜堤好笑 白云飘好 白云飘好 胜堤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